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天张总就在拍摄一条中秋送温暖的短视频 镜头中他拿起一盒包装精美的月饼递给白发苍苍的老人家 结果等镜头关闭的时候 身边的工作人员却简单粗暴的收走了那盒月饼 张总根本不在乎别人到底需不需要帮助 只在乎自己的好人设能给公司带来什么价值 做完这一场戏 他今天还要去两个养老院做好事 然而一个中年男人却在这时找到了他 男人是一名希望小学的校长 他哭着说他所在的小学需要新的教室 而张总之前就在公众面前答应过会给他们捐款 因为迟迟等不到捐款资金 孩子们又实在没有上学的地方 所以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张总身上 张总面带微笑的拦住了要跪下的校长 可当摄影机关闭之后 他只是躺塞着让校长留下联系方式 说之后会联系他 其实呢张总根本没有想要帮助这个校长的意思 回公司的路上 一位乞丐会在地上向张总乞讨 而张总看都不看他一眼 对于张总来说 傻子才会大发慈悲的做好事 刚回到公司后 张总接到了一个电话 于是他就一边打电话一边上楼 结果一不小心踩到了一个一拉罐 直接从上面摔了下来 等张总醒来的时候 他发现身边一片虚空 难道自己已经死了吗 这时身后出现的一个人 正是戴蒙大叔 今天的戴蒙身份是空间管理员 而这个空间叫做生与死的边缘 来到这里的人可能会死 也有可能会活 每个人来到这里 都说明他身上还有那么一点价值 而戴蒙对张总的要求 就是要在12小时内做一件好事 这件好事只有当事人能知道 其他人不能知道 并且当事人一定要发自内心真的感动 这件好事才算完成呢 如果无法完成 那张总就要真的离开这个世界了 突然又是一阵白光闪过 张总出现在刚刚摔倒的楼梯旁 一切就像做梦一般 然而他头顶的倒计时 却在提醒着他 这一切都是真的 于是张总推掉了所有的会议 连忙跑出公司寻找做好事的机会 当他看到一位气喘吁吁的大妈时 立马跑过去接过对方手中的袋子 也不管人家是不是真的需要帮忙 他迫切的样子吓到了大妈 大妈以为遇到了抢劫了 拼命呼喊着救命 最后张总费了好大力气 才从人群中逃了出来 紧接着他又在红绿灯路口 看到了一个老奶奶 他扶着颤颤巍巍的老奶奶过了马路 却下意识地掏出手机 发了一张自拍 把自己的好事迹宣告天下 然而刚发送出去 他才想起来 这件好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可这一切已经晚了 也来不及删除了 系统还做出了惩罚 减少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张总只能找新的目标 他接过了环卫工人手中的扫把 开始帮环卫工人清扫地面的垃圾 直到那个去传续续 这一条路才算打扫干净 然而戴蒙大叔却说 清扫环路是环卫工人的工作 张总这么做 只是分担了别人的工作而已 不算做好事 于是张总又尝试了 其他几种方法做好事 却都起了反作用 失诺的张总来到了河边 倒计时也只剩下20分钟 他的叹气引起了钓鱼老人的注意 张总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 只能说自己面不久矣 而老人却说 既然如此 不如陪他聊聊天 张总走过去陪老人说话 还尝试了一把钓鱼的滋味 他提起自己开了一家糖果公司 可惜老人生病了 不能吃糖 张总丧气地说 如果他还能活着 或许还可以给老人的孙子 寄一点糖果 而老人却说 他一直都是一个人 没有孩子也没有孙子 老人聊了很久 老人才收起东西 准备回家吃饭 离开时 他由衷地感谢张总陪伴自己 而张总也在这时发现 倒计时停止了 原来就在刚刚 他无心插扭陪伴的老人 为老人 驱散了心中的孤独 此时张总的心里 没有功力的想法 而老人 也是发自内心的感谢 所以他完成了一件好事 不用离开这个世界了 从那以后 张总变成了一个真的好人 他开始做更多好事 还为希望小学 命名就能一笔钱 现在他做好事 再也不需要别人知道了 故事到这儿 也就结束了 电影娱乐 与你解忧 下次再见